新加坡国际峰会维安阔尔喀警察团办要角 川金会确定6月12日举行 的点新加坡因高强度维安而中选 届时新国不仅维安升级 也可能派出先少对外曝光的和枪石坦阔尔喀警察团 确保安全滴水不漏 新加坡除军警部队之外 更拥有一支人数不多 却销勇善战的阔尔喀警察团 Gurka Contingent 每逢重要领导人会谈或国际会议 均看到他们身影 新加坡常举办重要国际会议 以亚太的区重要安全对话机制的年度亚洲安全会议 Asia Security Summit 又称香格里拉对话 Sangrela Dialogue 魏力 总是能在香格里拉饭店看到这批令不孝之徒 闻风丧胆的阔尔喀警察团 2015年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 曾发生有驾驶在香格里拉饭店外路障 不服从警方指示停车拦查并意图冲撞 结果遭到束手饭店维安库尔喀警察团开枪制止 2015年11月7日举行马席会 由于这是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面 库尔喀警察团呈圆和枪石坛 佩戴独特弯刀 令不少赴新加坡采访的台湾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新加坡文字工作者陈世明今天告诉中央社记者 库尔喀警察团在新加坡多半称谓孤家警察团 这支特有的警察团和新加坡警察部队不同 多半肩负重要政府机关 监狱或重要领导人的人身安全维护等特殊任务 每逢重要的国际会议或国际领导人会谈 除一般维安系统外 总少不了库尔喀警察团协助维安 尤其新加坡为强化反恐能力 也把库尔喀警察团列为第二道防线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库尔喀警察团以销勇彪汉而闻名全球 也曾参与执行跨年的倒数计时维安任务 陈世明指出 这支从尼泊尔招募的警察团 从新加坡独立前就已存在并延续契金 库尔喀警察团成员均先需在尼泊尔经 过严格挑选和训练 再到新加坡执行多项维安任务 绝对的忠诚和彪悍身形则是最基本条件 库尔喀警察团成员在新加坡非常低调 隶属内政部 一般民众仅有在重大维安任务时 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川金会确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这也让曾举办孤翁会谈 马席会等重要会谈的新加坡 再度跃上国际政治舞台 受到全球高度关注